為什麼賀錦麗會看起來逆轉勝 除了我們剛剛談到她的正能量 對於美國現在其實相當對立的政治氣氛很重要之外 主要的是經濟 開始很多數據變好 美股又開始上漲 首先是美國7月份所公布的通膨降溫 美國7月份的CPI本來外界預期是3.1% 結果它降到只有2.9% 但值得注意的是核心通膨 核心通膨就是跟民眾有關的 食品跟能源的價格的核心CPI 還是上漲了3.2% 所以這個數字對老百姓來講 雖然它比市場看到的2.9%來的 比以前2.9%看起來很好 可是對老百姓的直接的感受來講 它仍然是整個食品跟能源價格 還是上漲3.2% 但是當整個通膨全部都降到2.9%的時刻 聯組會在9月18號左右的會議上頭 要降息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而當它降息的機率非常高的時刻 大家就猜測到底是降息 0.25%還是0.5% 它的降息幅度是外界高度預期的 第二個是日本的股市 日本是這一次央行宣布升息 造成全球股災的罪魁禍首 你可以這樣說好了 日本股市後來在日本央行立刻宣布 不會在升級情況以後慢慢回穩 日本股市在8月13號的時候收復36,000點 8月16號降上了38,000點 再來是美國的中小企業的樂觀情緒 升至了2022年2月以來最高 這些通通都是整個讓賀錦麗以及拜登的政績 是遲來的政績 讓賀錦麗變成一個很大的受益者 所以人們說她是一個lucky girl 一個很幸運的女孩